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的李文斌胡椒餅 這是這一攤正面的樣子 好,那這個就是非常有名的李文斌胡椒餅 今天最後一批嗎? 對,今天最後一批,已經快要休息了 那想問錯老闆,您為什麼會突然想要休息啊? 因為這裡旁邊大樓要都更了 我們這個地方可能就比較不方便 這樣,不能另外再找地方再賣嗎? 沒有咧,沒有找咧 這樣比較可惜啊? 還好啦,還好 等一下喔,還要再8分鐘 8分鐘 那今天就吃到最後一批 這個即將消失的美食 好,那這邊就有這家店的平面的介紹 好,那打開就會聞到香噴噴香噴噴的味道 南京東路阿冰 好,那晚上這些拼蓋是全部都被訂光了 好,打開就可以聞到這個正正的木炭香了 好,總共100億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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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 8個 好,那就品嘗看看 好,那再來第二家我們來吃這個聖田豬排好了 據說在這邊已經有20幾年的歷史 我需要一個地方來開一下 所以還要再花第二次錢 好,對面就是很有名的慶城街一號 好,對面就是很有名的慶城街一號 好,是在二樓 好,感覺滿有名的 你好,一位 好,那 好,那這個是全部的菜單 呃,精靈口味就是腰內肉是嗎 對,腰內肉 我們的黑豬腰內 那腰內在我們部位是屬於 以牛來講是屬於貝利的部分 它的油質較少 然後肉質較比較杏嫩 那比較多汁 那再來的話我們也有里肌肉的部分 就是我們俗稱的可能沙癢的部分 那基本上它我們在 在分切的時候會讓它保留一層 一定厚度的油脂 然後加上它的 因為油脂分布集中 所以它的肉質會比較 性 比較沒有那麼多汁 但是油脂感豐富 所以口感上會 比較有口感 那會跟腰內有點差距 所以說如果說 我們也會推薦老人家說 如果今天可能咬不方便的話 我會建議吃腰內肉 比較沒有負擔 吃起來都軟嫩沒有負擔 那這第一個的話 應該就是最經典的口味嗎 對,我們經典三大口味之一 第一個是原味黑豬腰內 就會附一般酸甜的豬排醬 再來是咖哩 咖哩腰內豬排 咖哩醬 咖哩醬的部分 是我們主廚 就是找到一個醬汁 它是說 有點像西餐的奶醬味 它香料味叫豐富 然後口味是比較偏酸的 所以在我們吃豬排的時候 會有達到姐妹的小口味感 哦,是 那我點這個好了 一個咖哩醬油內豬排 對 那如果說有需要其他 餐點的部分 你再控制 嗯,好,謝謝 好,那就吃吃看這個 好,那順便拍攝這個 前面拍的 李文斌胡椒餅 快要消失的美食 好,那現在就吃吃看 好,感覺它外皮是很酥脆的 嗯 嚼起來香 噴噴噴噴噴噴 難怪是這個排隊的胡椒餅店家 嗯 嗯 不過它這裡面肉一樣是絞肉 到底哪裡可以吃到那種 是豬肉條的胡椒餅 但是 口味很好,蠻好吃的 然後不會過甜 然後胡椒味道很香 嗯 嗯 蒜好吃 不會過於油膩 然後餅皮很酥脆很香 裡面這個蔥很清脆 然後餅皮很酥脆 好,那分數我覺得是90分 蠻好吃的 只是肉質不是我想的那樣 就是不是豬肉條的 不然還蠻好吃的 好,會爆紙喔 小心喔 剛剛就噴出來了 還不錯 好,我喜歡這種充滿了輕蔥的感覺 我可以看到很juicy喔 哇嗚 充滿了滾燙的湯汁 好 吃起來要小心喔 很棒 好,你看它肉汁都有噴出來 現在是很juicy的 很好吃 除了它不是豬肉條之外 然後其他一切都很完美 真的很棒 好,第二回合 剛好這邊這個餐店 燈光把這個胡椒餅 打得很漂亮 好,也沒有什麼奇怪的小孔 記得上次有一個有名的胡椒餅店說 胡椒餅有凍是為了方便把它烤熟 好,這個就沒有這種奇怪的東西 這樣它這個湯汁才完整的在餅皮裡 這樣咬起來才會 香氣四溢喔 這是個人 比較淺的見解 應該說就是我吃胡椒餅的經驗 好,香氣四溢喔 餅皮酥脆 然後肉餡好吃 然後不會過天 然後充滿了胡椒餅的香氣 要買要快喔 它快要退休了 然後這餅皮還充滿了木炭香 這個 這吃起來真的很過癮喔 然後肉餡就是香氣四溢 然後充滿了這個 肉餡的香氣 然後還有蔥花香 好吃 嗯,真的很棒 好,那就90分這樣 想吃朋友趕快喔 好吃 好,那這是第二家的經典牆麵 聖田豬排 好,我現在就好了 謝謝 好,不過我影片的封面還是用這個 因為這個比較漂亮 好,其實它豬排還滿大塊的 比10塊這樣比 還不錯喔 好,那現在就吃吃看喔 這個 黑豬肉豬排 然後我覺得 300多應該 應該OK 好,這樣這個 煮出醬汁 好,我現在就吃吃看 嗯 嗯 好,肉汁很細緻 很經典口味 很經典口味 喔,這個超好吃的 它醬汁跟著豬排很搭 有點像咖哩醬的感覺 但是帶著微微的酸味 跟豬排很搭 然後豬排肉質很細緻 然後肉汁很多 嗯 好吃 嗯 好吃 喔,這個豬排肉質很棒 很好吃捏 嗯 每一口都滿足喔 讚讚讚讚讚讚 喔,真的很棒 它的豬真的很香啊 它這肥得剛剛好 嗯 我個人覺得是滿分 很棒很棒很棒 嗯 嗯 再來是高麗太食 嗯嗯嗯 它這個醬汁 加上這個高麗太食 很開胃 有點像那種水果香的 醬汁 很棒耶 好,這樣就有這個解膩的感覺 好,這樣就有這個解膩的感覺 嗯,讚喔 好,再來白飯吃吃看 呦 白飯好像有點綿 哈哈 本日小MG喔 飯太吃了 它豬排真的棒耶 可惜喔 如果這個米是這樣鬆鬆的話 那就 算是很完美 OK啦 還可以啦 豬排好吃就可以了 然後再吃味噌湯 喔,裡面放很多柴魚片 嗯 這個味噌湯好喝 這個柴魚片放很多 所以味道很濃郁耶 嗯 這好吃 讚讚讚讚讚讚 這個好喝 主要是因為這個柴魚香 味噌的味道稍微帶一點 但是柴魚片很香 所以OK 相當有特色 這個讚喔 好,最後剩這三樣 泡菜,毛豆,還有一個飲料 嗯 嗯 好,泡菜吃起來就普通 就一點點一點點 好,再來是毛豆 我覺得吃起來蠻麻煩的這個 好,很明顯是黑胡椒口味 嗯 哦,這兩個都還好 嗯 好,最後結尾也是這個 應該有點像是 火醋之類的吧 嗯 韓韓這個收費很棒 喔,豬排非常棒 豬排相當好吃喔 真的很讚 不愧是這個 松山區豬排店的代表作 豬排真的非常美味 那今天總共消費就是這樣 就這樣就這樣就這樣 好396 好總共是396謝謝 喔不用 豬排超好吃 謝謝謝謝 剛剛沒有聽到 OKOK 好謝謝 好謝謝 好那服務很親切 然後東西也都很美味 個人蠻推薦的 好那各位來就祝我們用餐一塊 掰掰 好下次帶恩嫂來吃了 這個他吃人應該也會很喜歡 好那就豬哥的朋友有愉快的一天 那聖年出白真的是很讚 然後如果胡椒餅想吃的話要趕快 因為他要退休了 好那就祝各位朋友順心 掰掰